丹麦驻华大使馆生蚝长满海滩 丹麦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的微博长文引爆了网络 长满生蚝的海滩唾手可得的美味 到底是营销广告呢还是货真价实呢 现在我们看看新闻特业记者就带您去一探究竟 下面请导播将画面切入现场 现在这里就是瓦登海的海边 我们一群人来挖生蚝 等一下我们还在慢慢走的过程中 这里有很多在卖的小朋友 哇,在这里吗? 今天天气很冷,所以很多人出来 现在我们已经是在沙滩上 现在我们已经是在沙滩上 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开的壳 还没有看到生蚝 可能还要往里走一点,我们都穿了雨漆 但是我没有看到生蚝 现在看到的都是很多这种 像这样的小水空 就是这样的水空 但是我没有看到生蚝 就像那个 就是在内部上面的满足的时候 再往里面走是什么样的 就是像水空 那边有很多 像这样的一种小水空 有很多小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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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一种小水空 所以 最近 还没有看到 可以 还没有看到 就是像那个什么一样的 诶 谢可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种植生蚝的吧 这个庄子 Hello 哎呀呀 但是确实是没有再卖人来的 多数都是中国人貌似 诶 我们其他的小伙伴 怎么看出来已经刺了 张嘴了呀 已经张嘴了 对 那个就不能要了 是吧 谁有的 谢谢 是不是要挖一下才有呀 没有 这海边 等于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长满生蚝的海边 那我们那个飞翔的时间是 现在是几点 12点半 然后所以在52点半就差不多要不违反 要不然这么远 那个就是 就是飞的那个海潮会很快走 点头去 然后还有个培者 到六点半 才能有底下 这花儿 二茶 一个小庄 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丝 一个小丝 一个小维子 一个小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您好 您好 听得到吗 喂 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满身生蚝的海边 我们是要走大概现在可能只有一公里的样子 才能到那个有生 是不是有生蚝的地方 在中国比较热 今天最好的就是天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是满身生蚝 而且我同事并不知道这个渐身蚝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容易解释 就是这一次 没问题 绝对他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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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哥哈,你是哥哈的是吧? 不是今天也有一拨人过来吗? 十个人,十八个人吧 我们是一个吃的 中纪德兰大岛 看点白了在中纪德兰大岛 哎呀,我们在看边上 我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到我们 稍微这边点,我的雨鞋不是那种 没有天说已经走到最远最远处了 那个这边那个到那了吗 现在是挡的 我现在就是拿招勾 我现在是真的给你把招勾 我现在认为你把招勾到所以就在跟兵 É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